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着一座车 有人为我心疼 居然能够清晨 一直不停了到黄昏 我们两个人的默契纷 忽然发现你对我好像有一点认真 我不管要打开你的心门 我的猫竹人 骄傲的眼神 却总是在我身边又不离分 这样的缘分 牵涉到今生 命中注定原来真的有可能 我的猫竹人 骄傲的眼神 却总是在我身边又不离分 别再假装 请给我一问 乖乖听话 我最爱的猫竹人 即使是假结婚 也只能适合我 你就这么想要嫁给我呀 又来 东方花竹也把我变成猫 你 你快点把我变回来 本王子还要去抓天狗呢 你快点 哥哥 哥哥我是小薄荷呀 哥哥 你不认识我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什么事啊 我答应过你的事可多了去了 你说 我帮你找到你哥哥 然后你就解除我们两个人的契约 你就这么想解除契约 我知道了 你呀 肯定是在吃少将军的醋 但是我喜欢的只是少将军的皮囊 我跟你说过了 我喜欢的是你 虽然你这个人 你脾气不太好 又很骄傲 但是没办法 喜欢这个事情 控制不住的 你说对不对 别担心 主人我以后是不会欺负你 但是我想回去了 我也想回天理了 我们今天 我说的是玉理 不是天理 你要走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那我也跟你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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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带你回去 为什么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要像梁柱一样 生死相依 永不分离吗 永不分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 你真的要扔下我吗 你以为呢 我做这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要跟你解除寄缘 不 不 不可能 我不信 你以为我一个堂堂玉璃星王子会爱上你这个普通女人吗 开始辗转难免思念你 可是你说过 你说过为了我 甚至可以放弃回到玉璃星 你说过 你 你以为你 你要陪我走完这一生 你忘了吗 你 对不起 是我在骗你 你 你 这一生 那你就过回你的玉璃星去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皇的命运 若有尘埃的今生埋我们的心底 这一问就已经确定 这一问重写了约定 别被杀了我就可以无后不持有 你走我难逃一死 他没有死 他根本就没有死 说乎 他迟早会回来的 你为何要找混珠 我在京城御史院雕刻时 遇到了一些瓶颈 当时有一位神秘人告诉我 只要能集齐红蓝黄白四颗混珠 聚集精髓 便能获得鬼斧神功的灵力 使我的雕刻技巧更上一层龙 那个人有什么特征吗 那人一直戴着面具 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世无恙 我按照他给我的线索 很快就找到了第一颗蓝混珠 然而却在我找到第二颗白混珠时 被田狗发现 失去了神志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小薄荷 对不起 确定了疏忽的消息 我必须这么做 你若在我的身边 我真的无法承受给你带来的伤害 我真的无法承受给你带来的伤害 那我 searching understood 以后遇到危险 咬这个铃铛 方圆十里之内我都听得懂 我都会过来 别以为你现在来了 我就可以原谅你 莫修冉 你演技真的是太烂了 你现在搞得我很生气 你现在立马给我道歉 小薄荷 是我 二少爷 我来是想和你说 我来在陆日成继续操办钱庄事业 不能和你一起回京了 二少爷 我不会回京了 为什么 我来莫府就是为了找到哥哥 现在哥哥已经回来了 我心愿已了 所以是时候该回家了 可是你和大哥怎么办 少将军已经不需要我这个丫鬟了 不能被非倚 也可以 少将军此次之行 不但签署了友邦之交协议 更是为我骆日成铲除了内患 我代表骆日成感谢少将军 称辱客气了 少将军这招引蛇出洞 的确帮我们铲除了内患 可是 也把我们家婉儿的婚事搅黄了 这不还有一个呢吗 所以他做的这一切 真的只是为了解除契约 早日回到玉林心 此番别离 再见已不知是何事 二少爷 你一定要保重 子莫兄也是 你这一路山高路远 我让青云护送你们到青山湖 等你们安顿好了 再回京 那二少爷你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 我忙完回京向父亲赴命后 再去青山湖找你们 小妹 我先上车等你 你和二少爷好好道别 小不好 等你到青山湖后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就给我写信吧 谢谢二少爷 小峰峰 小婉婉舍不得你 小婉婉 小峰峰也舍不得你 你眼睛好美啊 你眼睛好美啊 为什么啊 因为 因为你眼睛里有我啊 讨厌 你等我 我回到京城之后 跟随少将军建功立业 再回陆日城迎娶你 那 你回到天理国之后 要记得写信住啊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夜晚晚来切剧情 抬起头仰望那辽阔天际 小薄荷 对不起 我必须要干倒数 才能安心地陪着你 开始辗转难免思念你 一次变得心有灵犀 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 从此以后 形影不离 这段非必寻常的情愿 得来不已 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 莫莫姐姐 子慕哥哥 这哈团香好香啊 那当然 你也不看谁拿过来的 拜拜 拜拜 以后遇到危险 聊这个领导 方圆十里十内 我都能听得到 我都会过来 彼此变得心有灵犀 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 从此以后 形影不离 这段非必寻常的情愿 得来不已 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 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 的命运 若有真爱的情深 埋我们的心底 这一轮就已经 确定 这段非必寻常的情愿 得来不已 我都会不依旺 好 如果不依旺 不依旺 得来不已 好 哦 好 就是随心所欲地来 随心所欲地走 所以我才讨厌 自以为 这样是为别人好 殊不知啊 这样最伤人 幸亏还有你这支小酱油 他还回家了吗 你自己把小薄荷赶走 还好似大白天在这儿借酒消愁 浪费过的酒 谁跟你说的 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也没有不能上吊的粮 臭罗夫 话说你和小薄荷的主仆契约已经解除了 怎么还不回玉离星啊 姐 淑虎没有死 什 什么 我要亲手杀了淑虎 替母亲还有子佑保证 难怪 我说你怎么舍得推开小薄荷 原来是担心 熟虎来夺魂珠 会牵连到小薄荷 重蹈当年庆子佑的覆辙啊 王子弟弟 其实要保护小薄荷最好的方法 就是带着魂珠 立刻回玉离星 然后再用魂珠引出熟虎 一举歼面 这样一来一回太麻烦了 行了 姐姐懂的 你不就是担心会玉离星后 他们不让你回天梨吗 说白了 还不是舍不得小薄荷 你呀 装作刀枪不入的样子 就要做好万剑穿心的准备了 好了 姐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怎么对付淑虎 种种迹象表明 淑虎一直在利用我跟小薄荷兄妹 寻找王主 奇怪 熟虎既然没死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不自己去找魂珠呢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 母亲当年那招玉石俱焚 虽然没有完全消灭她 但是也让她元气大上 如今她的实力大减 靠她自己没办法收集魂珠 所以你想尽快把熟虎挖出来 以绝后患 而且 我能感觉熟虎一直潜藏在墨境 只不过她占据了某些人的身体 在我旁边 等待我亲自收集完四颗魂珠之后 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站位寄与我 如此说来 我倒有一个办法 可以验证你的猜想 熟虎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 但有一种你最讨厌的动物 对此味极为敏感 狗 没错 难怪天狗临死前 说她闻到了熟虎的味道 普通的狗 无法像天狗一般 方圆几百里 也可以闻到熟虎的气味 但只要让狗近身 狗便会对此人狂吹不止 甚至想攻击对方 那便很有可能是熟虎 那这么一来简单多了 这莫语记虐待她了吧 怎么瘦了这么多 她还瘦 我举的手都快酸了 不过邵将军 这可不是袁宝 这是咱们去陆若城的时候 袁宝生的龙凤胎 这叫招财 还有个姐姐叫晋宝 这 这傻孩子专业能力靠谱吗 为什么不把她娘接过来 只不袁宝 又快生了吧 不过 这御夫人太过于热情了 一听说少将军您要狗 立马就把她送过来了 我也实在是无法拒绝 来 赵才 给你肘子打个招呼 你给我把她拿开 臭死了 我跟你说啊 要是你胆敢再把她放在我身上 我把你当狗牵 不是 少将军 赵才多喜欢你啊 你却不领情 我不喜欢她呀 对了 按照我的吩咐 把她牵着 把福利上下所有人都闻个遍 开始战斗吧 赵才 来 好吃吧 不想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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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都喜欢的 少将军 你说的这个熟湖 是不是不在莫府啊 你确定你真的把莫府上下 都查了个遍 除了二少爷 但不可能是二少爷啊 他是元宝的主人 元宝可喜欢他了 对了 还有二老爷 他经常云游 不知道这几天在不在莫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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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过来呀 你怎么要抬车啊 你不要抬车 你别抬车啊 你怎么了 你老孩子呢 都赶紧干吗呀 去叫 都赶 二叔 方才招财多有得罪 二老爷 您请见谅 无妨 我刚给元宝结伤完 身上有元宝的血腥味 赵才对我有敌意 实属正常 这熟湖的确不在莫家 看来 只有把四颗魂珠集齐 那个魂蛋才会显身 不和姐姐 我观察您好久了 白天如行尸走肉般的过 晚上如孤魂野鬼般的活 你到底要丧到什么时候 你不懂 我这是长大了 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 足够使人成长 三只脚的猫难找 两只腿的男人 遍地都是 向前看 你会发现 当初的经验 完完全全 都是因为见识少 让你开开眼 没必要吧 这可是我花重金 从王媒婆那儿 拿来的青珊瑚未婚配男子 第一手资料 你好歹看一眼 这个欧阳公子长得真奇怪 哎呀 这样看是不是正常拿的 还是很惊艳的 摔得不惊人 这丑得够混 是谁 在飞翼本公子啊 说早早早早就当 说 原来是想和我相亲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今年的荡气已满 得预约明年了 欧阳公子这羽膳 我朋友也有一把 你朋友的眼光真好啊 这可是最新推出的 锦阳侯同款羽膳 完美复刻版 锦阳侯 就是墨家大少爷 天离国的少将军 成功签订友邦协议后 圣上加封少将军为锦阳侯 这锦阳侯嘛 喜欢猫 可这不特意来选猫嘛 他没回去 回哪儿去 你这儿到底有没有猫啊 欧阳公子 来 花猫 白猫 小黑猫 来来来 跟我里边看 你这姑娘真机灵 莫羞染 不是一心想解除契约 返回玉离星 为何迟迟不动身 难道 另有隐情 不行 得想办法回京城问个明白 小薄荷 这怎么回事 可可可你不是说这些魂珠只是用来收藏纪念吗 我去把真的都给莫羞染了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这个魂珠对你很重要吗 我又不是有意的 你也知道 我一心钻研御十多年 一心想集齐四颗魂珠 完成作品 你去 可可 要不这样吧 我们回去找莫羞染 那些魂珠是我给他的 要回来也不拿 妹妹的面子还是够的 可可请放心 终于找到理由去找他了 小将军 您的菜齐了 少将军 您的菜齐了 小薄荷 小薄荷 你是在叫我吗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少将军 您若是实在放心不下 属下 替您去青山湖看看他 黄魂珠有下落了吗 少将军请放心 属下已经托人 去四处打探 黄魂珠的下落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应该 属下这就继续去查 少将军 是 属下 再确认一下 这黄魂珠上 刻的纹路凤蝶 可就是蝴蝶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属下明白 少将军 紫游为您弹奏一曲 这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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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悉 小伙伴 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小主人了 你又快点好起来才行 你可是猫王子哦 小伙伴 快来啊 小主人 真的是当年的小主人 当年伯母为了救我 将所有魂礼都输给了我 让我侥幸活了下来 而他却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听闻京城出现了红魂珠 我便进了京 一边在满香楼学艺 一边寻找你的下落 子佑 难为你了 不 我欠伯母一条命 如今他已经不在了 我只好将这份恩情还给你 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已经命散皇权了 说到底 全部都只是因为蜀虎跟你没有关系 伯母全下有知 知道你我二人相遇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最近噩梦平发 总是梦到蜀虎在追杀我 我担心蜀虎还未死 怕是会卷土重来 在收服天狗的时候 他说他也闻到了收服的气味 现在敌案 我明 你一个人待在这里太危险了 我今日回去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过去躲一下 不 我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留在你身边 小云 这玉取糖又要交给你了 辛苦了 薄荷姐姐你放心吧 我昨天死烤了一整晚 也对 出去碰壁 好过再扎面壁 薄荷姐姐不撞南墙 是不会死心的 小云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小云 回去忙吧 好 薄荷姐姐 子墨哥哥再见 哥哥 等到了京城 准备怎么找第四颗魂珠啊 我曾在御师院的铜窗 听闻过黄魂珠 我打算去那儿打听打听 那哥哥可要小心徐院长 那徐院长不是什么好人 我差点替他女儿 没什么 就是宣长骗我说你在墨府 害我找了好久 还被那少将军呼来喝去的 幸好 在骆日城找到了你 幸福没白费 小伯侯 是哥哥让你受苦的 此次你二级墨府 那魔秀长会不会再次折磨你 哥哥放一百二十个新码 你妹妹我广结好友 在墨府根基深厚 而且 二少爷很照顾我 魂珠我守到其来 那就好 你这儿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墨府 我真的是少将军的侍女 仙大人等不许进莫府 是逢日下人心不顾 我第一次进莫府的时候 还是众星捧月天之骄子 高月逢入府 怎么第二次进莫府 就是天之骏子了 你别死心歪练着在这儿了 我 太过分了 这箱 还有那箱 都拿走吧 那箱留下啊 收好了 轻点 少将军 我特意为您留了 您最喜欢的狐猫披风 您试试 少将军 狐猫放那儿吧 这女人是谁啊 这女人是谁啊 听说是少将军的青梅竹马 一个鸽姬 刚搬来莫府不久 就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知道什么叫手嘴不惹祸吗 骆侍卫现在文采见长啊 是不是写信练的 你怎么知道 门口有你的信 正事不做 就知道交叉根 赶 赶紧散了 我与你最远的距离 是八百里七十张五尺灵一寸 想你的时候孤枕难捻 爱你的时候思绪万千 没有你的日子 我很孤单 我愿化作一只相思鸟 穿过千山万水 来到你身边 太过分了 这是我为你用陈露泡的茶 我记得你最喜欢喝陈露了 尝尝看 你最喜欢喝陈露泡的茶 今日住的还习惯吗 习惯是习惯 只是 只是什么 下人招呼不周 只是少将军 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每日都见不到你 只好弹曲子打发时间 对了 我最近新学了首曲子 我弹给你听听 慌生的 小 小薄荷回来了 快回大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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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他就是我的凤凰之猫 干嘛 把他放下 我不干嘛呀 我一片好心被当做驴肝肺 我还不能收回呀 很好 这次我要亲自出卖 给你来个 麻雀变凤凰 到时候让洛峰和少将军 都看傻眼 一箭双雕